週三 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發生槍擊案 導致3名教職員身亡 一人重傷 而嫌犯在與警方交火後被擊斃 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局週四公布 兩名遇害者是商學院教授 派翠西亞·納瓦羅·維萊斯和張家珍 其中 64歲死者張家珍來自臺灣 自2001年以來一直在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任教 根據簡歷 他於1981年在臺灣海洋大學取得大學學位 1992年在府仁大學擔任兼任講師 警方指出 嫌犯為67歲的商學教授安東尼·波利托 他在案發前曾向多索大學教職員郵寄22封信 但目前還不清楚信件內容 我們仍然在學習很多關於這個警察 仍然在想理解的狀態 我們知道他曾經參與許多次的職員工 和許多索大學教授的職員工 而每次都被禁止了 警察有一個名單的人 他在學校上搜尋 以及從西方卡羅來納瓦羅·納瓦羅·維萊斯 被困社會隨意見到elet 或許多次可以接受 檢查 這是主要的 後來卡羅來納瓦羅·維萊斯 警局給予聯儀和某合 然後聽說 警方的警方技撤 自我追求 警方退以後 在迅速途中 看到警方了 1155 與 咱們 遊法 警方事故 和一槍戰鬥衝突 警方表示作案武器是一把9毫米手槍 於去年合法購買 槍手共攜帶了150發子彈 被擊斃後身上有9個裝滿子彈的彈夾 據報導 波利托曾於2001年至2017年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東卡大學任教 並於2017年1月辭去終身副教授職務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